今天带大家参观一个非常古老的教会学校 这是一个教会的从kindergarten 从小学学前班一直到12年级 高中毕业非常古老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他的学费在全美来说可以说是最低的了 才4000多美金 每个年级还稍微有一点区别 你看他的建筑 这是基督教会学校 你看他的建筑是很有特色的 他还非常传统的保留了一些传统的文化 我刚才从那边转过来的时候 那边是门口还分着男孩子的门口和女孩子的门口 就是男生和女生都不走一个门口 有girl的 就是女孩从那个门口进 男孩从那个门口进 这个楼也是他后来才 boys yeah this is boys 看这边啊 朝着这是朝着东朝东的这个门口 boys 那边朝西的刚才我走过来是girl的 最后边这是他们的小学生的游乐场 今天我儿子他们这个同军活动在这个教会学校里举办 一般的同军的活动啊 他也带有一定的这个教会的性质 都是在一些教堂里边呀 或者教会学校里边组织 今天是他们来这儿上上这个圣经课程 又来学圣经啊 这种学校你学的这个这个宗教课程是非常传统和正宗的啊 这是他的正门 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girl啊 就是小女孩进的门口 这个学校呢 它是在一个城外的一个小小村庄小镇子上 算不算镇子啊 算是小村庄里面 看这个门口就是写的girls呢 也就是女孩从这个门口进 男孩从那个门口进 Dolly open the door please Come on in I think your mind's getting better What happened I'm going to the restroom Here's the restroom Very solid food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他们美国的学校 每个学校都有 无论是小学中学 他们都有自己的礼堂 表演厅 在这儿来表演一些爱好艺术的同学 在这儿来表演节目 好 这里有没有问题 是谁会建议了 你们去鸭炉 我也是会在这里 就能准备lance我的 在330 所以我们就在这里 我们来就去做你的 他们做的 探紧 本来 不是 我不认识 这是他们的喝水的饮水机 我看你 嗨 嗨 这是他们的 刚才那边朝东的那个门 这个教会学校啊 他的这个配套设施呢 就说都非常的古老 不一定非常先进 但是他的教育特色呢 在于他的 一般的就是他除了正常的这个课程之外 就是文化课程呢 跟公立学校是一样的 都是按照美国统一的这种 文化课程的这个速度来教育的 但他的特点就是说 他多了一门圣经课程 你要一定要学这个 每周都有一两次的圣经课程 也要考试 而且他每周还有一次的教会活动 这个是你一定要参加的 他跟这个公立学校的区别 其实就是一个圣经课程 所以很多朋友他不太了解 这个教会学校跟 这个普通公立学校的区别 这种传统的教会学校吧 你是必须要就是 必须要学这个圣经课程的 如果你不学 你也不参加这个教会活动的话 人就会劝退了 因为他的设立其实非常的古老 就是原来在没有公立学校之前呢 就有这个教会办学嘛 教会办学 他们就是以这个圣经课程作为基础 才开展的文化课程 然后后来呢 随着这个公立学校的兴起 公立学校兴起之后 就说公立学校是不进行这个宗教教育的 你不能够在那里边去宣扬任何一种宗教 但是呢 在基于这个欧美的传统 很多家长 还有很多孩子呢 他又非常信仰这个基督教 所以说就这个教会学校一直还是 这个私立学校的 在私立学校中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 其实作为我来说呢 我也喜欢孩子来上这种教会学校 因为他不一定就说在这个学术方面 这种学校不一定在学术方面 有很大的成绩就是不一定说 比那些公立学校好 但是他在素质教育啊 还有思想教育方面 效果是非常好的 教会学校出来的孩子呢 一般都是 非常的 这个 诚实 礼貌 性格比较温和 可以就说有点像我们 佛学道家的那种修身养性吧 他们不太追求那种功名利路 就说你一定要去考名校啦 还是你一定要去什么 考多少分 SAT 考多少 Hello OK Hey Luke how are you Hi I just watch Frank fall He jumped in and landed on the kneecaps Look at this Me and Frank Hold on 这些都是小童军们 他们今天包了这个学校啊 在这儿上圣经课还考试 在这儿活动一天 就说他们 不是那么追求高功名利路吧 美国这个私立学校里面呢 一个是这种传统的教会学校 还有一种就是 非教会性质的 纯粹的那种私立学校啊 那种学校 其实就是 比公立学校呢 它有自己的一些 私立学校都有自己的一些 教学理念啊 它跟公立学校不一样 在我看来公立学校 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特色嘛 它就是 按部就班的啊 按照这个 可以说教育部的那些 教学计划呀 完成教学计划就完了 教会学校就是它的宗教性质 有的私立学校呢 它是从其他方面 它有它的教育理念 来教育孩子的 其实美国这些顶级的私立学校 它们起源于都是教会学校 都是教会发展起来的 可以看一看排名前 100位的美国私立学校 它们过去都是教会学校 现在其实也是教会学校 但是呢 那种学校呢 它跟这种啊 今天我来的这种 非常传统的 这种教会学校呢 有区别 就是 它现在呢 在宗教方面 它 不需要求那么严格了 就是说 你愿意信 你就信 你不愿意信 你就不信 不像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说 你必须得信 你不信的话 你就没有必要进这个学校了 你可以进公立学校 或进那种普通的私立学校 没有宗教性质的私立学校 因为它那种顶级的 那种私立学校呢 它现在 就是来自各方面的人吧 比较多一些 各个民族的 宗教信仰也比较复杂一些 所以它不 它也有教堂 它的教堂还挺有意思的 像我去那个 波士顿那边 那个 什么 康克德呀 什么那些 顶级的私立学校 都是排名前 十来位啊 前什么 十位啊 前几位的 他们有教堂 但是这个教堂呢 比如说 今天是你基督教的人 来做礼拜 明天是什么 天主教的 来这儿举行 他们的活动 后天呢 可能犹太教的 来这儿举行活动 但后天呢 可能又佛教的 来举行活动 就因为他的学生 不一定信仰基督教 各个教派 也有一些不信的 但总之吧 他就是不要求你信哪种 也不要求你信 或者是不信 你想信呢 你也有教堂去活动 你不想信呢 你就不参加 他比较宽 就是比较宽松吧 对待宗教方面 但是这个 像这个学校 就是完全都是要信仰 基督教的 还有一些天主教 美国现在 这个除了这个 这种传统的教会学校 除了基督教之外 还有天主教的 犹太教的比较多一些 当然也有我们华人办的 还有就是那种 佛教的 佛教的学校 比较少 像那个飞天啊 飞天就是相当于佛教吧 佛教的一个 这个教会学校 一直到大学 但毕竟是少数 其实在这个 美国这个 教育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呢 教会学校 它是 起到了一个起源 和发展的 这个电机 电机的这么一个 电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啊 教会学校 教育出来的这个学生 我认为还是素质 素质非常高的 所以说如果想申请这种 如果想申请这个教会学校的朋友呢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团队 我们这个团队呢 有很大部分人都是 这个大部分老师吧 他们都是在教会学校里边 当老师 或者在神学院里边当老师 或者是一些兼职的牧师啊 在这方面我们还是有 绝对的优势的 在可能从教会学校 这个比在教会学校方面的资源 比那个 普通的那种学校的资源 更丰富一些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分享我的节目 拜拜